歡迎繼續回到StreetBoys 我來經營現在現場 大概兩年多前 來了一批很厲害的人 當時這批很厲害的人 有個女...我們當時是叫女魔頭對不對 好像有 兩年前 對 女魔頭 女魔頭Sonia那時候帶了一批人來 兩年之後 他又帶了另外一批人來 也只有兩個啦 對 我們先... 越來越少 對 我們先歡迎... 越來越少 我們先歡迎 女魔頭Sonia Yeah 對 對 後面有 對 引起到棍令 我們就是有那種浮誇的掌聲 你知道嗎 後面50個人 對對對 50個人不錯了啦 對 現場很多 好 那女魔頭再度來訪 今天帶了兩個新朋友 對對對 對 然後因為也同時要推出新的合集 對 我們那個 我的...我們的藏牌 Under You 就是在... 在你下面 對 在你下面 兩個禮拜前就發了一個新的合集 然後這次有11首歌 是 對 然後也包括 今天來的另外兩位團員 對 先來介紹這兩位一下 自己介紹吧 你先... 你先點名他們 誰先開始好了 喔 好好好 所以... 離我比較近的 叫... 思賢 對 然後 他一直在換名字啦 為什麼 他已經叫Sorrow 對 為什麼 不知道你問他 我們都覺得很痛苦 對 都不能用同一個名字去宣傳這樣 可是 是不是電音DJ都很習慣 一直改名字 好像有一系列是這樣啦 對不對 就是大家會覺得有很多分身這件事情 讓他...讓大家完全周末... 周末不到他 是一件很帥的事 對 他好像就是這樣覺得 對啊 然後... 很多...很多電子樂的producer 會覺得說 喔 我放一個音樂 我就用另外一種 藝名這樣 就我改一個風格我就改一個名字 對對對 或者換一個場牌我就換一個名字 對 對 所以也許是他的... 喔 OK 好 來思賢 歡迎 耶 大家好 那為什麼要換名字呢 之前叫Sorrow 他是就是一個唱歌的角色 那現在就是叫思賢我的本名 那他就是做比較無曲的 一個人物設定 喔 果然... 所以果然真的就是換一個身份 換一個風格 就要換一個名字 對 對 所以是不是還有八個名字 跟八個風格在後面等著 應該是沒那麼多時間 做那麼多角色啦 真的 而且你最一開始也不是叫Sorrow 對啊 他已經換過三次了 Sorrow之前是... 因為一開始叫香香 Shen Shen 然後就變香香 因為一開始我覺得我很嫩 所以不敢取太酷的名字 可是一個大男生叫香香 不是很噁嗎 他是Shen Shen 他們說的是那個Baby啦 對吧 有點像那個叫什麼 神奇寶貝是不是 升級都要換名字 S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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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不禁錄那個情境 對 後來就覺得 比較Chill一點 所以可以換一個名字 OK 然後現在就是暫時 這個Moment叫做思嫌這樣 對 也是他的本名啦 想不出來 就暫時不會再換了 對 不會再換 就這兩個 好 還有另外一位朋友 來 是奧吳 耶 那奧吳都沒有換過名字對不對 我一直用本名 用本名 用本名 對 中文就叫熬五 所以風格換的時候也沒有什麼障礙嘛 就是名字不變然後風格一直變這樣 對 這樣蠻好的是不是 我也是這樣 對啊 所以這樣其實沒什麼不對 但是其實這幾年 比方說你看兩年前做那個長牌合輯的時候 到現在 有覺得現在這個環境比較好做嗎 我本來還想說我這次來問你 你覺得怎麼樣 就是這幾年來 我本來就想問你 你覺得台灣音樂圈的 因為幾個禮拜前有另外一個 廠牌的合輯也來上宣傳啊 而且這個廠牌 是派樂代嗎 對 他們已經出到第七集了 對 他們超會出了 而且第七集有種放大絕的感覺 就是反正台灣人不聽台灣人做的電子音樂啊 那不管了反正我就照出啊 對 對 就是那種放大絕反正就是至死地而後生嘛 再壞不過就這樣 怎麼樣的大絕法 你說他們這樣說嗎 他們就是在整個那個活動 對 那個粉專上直接這樣講 反正台灣人不聽台灣自己做電子音樂啊 對 就是 就是老是豁出去了 對啊 我覺得我以前可能會想場景比較多吧 那我現在是不是跟他們一樣 就是我覺得 對啊 嗯 我的出發點還是比較想要就是支持身邊的朋友 是 讓他們都有平台 然後剛好這樣子的 像他們這樣的音樂類型 在台灣都還沒有 還沒被沖飛認識 對對對 那 也許人家也不管 但沒關係啊 這至少 我覺得至少有做啦 對啊 但其實台灣特別是這 這半年一年吧 就是出現了很多新的 Party的場地 嗯 感覺不是有一種 哇新的場景要出現了 或者是至少有人願意開個新場地 讓大家 包括你住場的地方或幹嘛的那些 對對對 對 我們其實最常 也是我們的合集派對要在舉行的地方 就是 欸已經舉行了 對 欸你蠻有時間感的 哈哈哈哈 在 在Final這樣 對對對 然後 然後 對 像你剛剛講的 物業市場的那邊住場 然後我大概每個月都會放一次到兩次這樣 所以沒有一個新場景出現的感覺嗎 嗯 好 我問你覺得呢 我覺得呢 比如說你放歌的時候 底下的人都是些什麼樣的人 但我覺得那個地方應該是 譬如說像以前我們可能去什麼corner啊 以啊 但可能就是那邊有一部分人 是同一批人挪動 挪動而已 有一部分 沒有全部人 但可能就是某一部分移過去 然後把以前一些比較 會出現但比較不會注意的東西 把它放大比較多倍的感覺 我現在感覺是這樣 OK 所以的確也有帶進一些新的觀眾進來 對 因為像 現在有Final 有B1 B1 然後 像那個Pipe現在變 叫Riff 還是什麼 對 Pipe有一個新的Party名稱 對 應該是Rave的諧音吧 Rave的諧音 不是吧 那應該是Reverb吧 是吧 R-E-V啦 對對對 我那時候看到我想這是哪裡 一插不著 不是Pipe嗎 可是的確像 像我說 我覺得 開了這些新的店 那可能大家自己 以前Corner那個時候是大家都還在 就是整個 整個電子音樂的觀眾在培養中 所以常常 各種風格可能都會融合在一起 雖然以Techno還是比較多啦 對 可是現在就像他講 就是因為現在有B1 然後Final 大家的目標都蠻明確的 所以變成 來的人都是 越來越像 可是越來越 強烈 他們的風格 特別是Final的人啦 真的嗎 Final都是什麼人 都是什麼人 都是一些 老實說 有些人我其實以前 也是從來沒看過 對啊 其實很多小朋友 對 但他們是為著哪一種風格 或哪一種氣氛 或是誰而來的 嗯 我不知道 Cyberpunk嗎 是這種 Cyber風嗎 應該是說他的 那個裝潢風格 可能有些人會想到那個地方 哦 但我覺得音樂 好像沒有那麼局限 是 對 那邊音樂好像其實都是 因為他也是有分 就是不同的主題 然後會有 內容會有一點不太一樣 但大部分其實都蠻算是 就是各種風格都會出現在 同一天裡面 哦 因為台北真的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 就是你每隔幾年 就好像覺得 有一個新場景 有些新事情要發生了 但他好像都來不及長很大 然後就死了 然後就 咦 怎麼不見了 然後大概你可能要再過個幾年 好像哪邊又出現一小群這樣 對 我也這麼覺得 就是一直 到底怎麼樣可以再大一點點啊 我也是這樣覺得 所以 最近比較少 之前Under You辦很多派對 對 可是我現在有時候覺得 會不會只有派對的話 還是不夠強壯 是 對 每次都會有別的新的派對 或是大家就是去做 Party以外的事情 對 可能唱歌或什麼 對 更有趣 拿保齡球或什麼 所以想說不行不能只辦派對 也要把創作人一起都找進來 對對對 想說全部都搞進來 大家會不會覺得好像是一個 跟比較紮比較深的 是是是 呃 但我現在也還在實驗中 就有歡樂也有創作嘛 就是這件事情要同時發生這樣 對對對 也有酒精 然後也有認真在電腦前面工作 對 但現在是不是 來Party的人 喝酒的比例下降很多 喝酒比例嗎 開車不喝酒 喝酒比 嗯 年輕人沒那麼愛喝 是嗎 我也不知道 年輕人要嘛就喝亂七八 因為搖滾場景喝酒的比例下降非常嚴重 嗯 的確喔 我每次去那種樂團場或什麼 超冷靜 對超冷靜 對 我覺得場景發生非常劇烈的變化 那他們在忙什麼 呃 抱女朋友 忙著錄影拍照跟打卡 喔 對 對 經營社群媒體 然後可能一整場比方說三百人只賣一瓶啤酒 嗯 對 我覺得我辦Party的宣傳方式也真的是一直在想 因為現在的人以前可能給很多資訊 是大家最需要的 大家會吸收 我想要學 我想要知道這是什麼音樂 我要去 大會很認真問 喔這個跟這個到底有什麼不同 對 然後可能先在家裡做一點功課 然後再去 現在沒有人做功課的啦 沒有人做功課 我會 我以前跑Party的時候會 我也會 我也會啊 我會在講我可是現在大家就 現在可能Party太多了吧 現在都說欸這Party看起來很好玩 那要怎麼樣看起來很好玩 上次在跟那個Final的Manager 我們在討論要怎麼宣傳這場 因為其實 呃 雖然我們合集裡面有 有其他女生或什麼 不過他們剛好都不在台灣辦法演出 然後就變成這次可能都是一些 男性角色 男性角色 可能就會變成 呃 沒有辣燥啊 喔 所以 Party也看起來好玩要有辣燥 沒有只是一個角度啦 如果沒有辣燥的可能最簡單 會不會 現在要不是辣燥 要不然就是男生的DZ也要猛的 跟什麼一樣的 對啊 不然你看他們 他們可能也有不同的賣點 你不要這樣 有啦 猛或辣 那可能都沒有 目前沒有 可能說宣傳方式 就要用別的方式 就是要興起有趣 這樣 對 所以 對啊我們這次就做了一點 有趣的小宣傳啦 真的嗎 自己覺得有趣啦 好的 我們剛剛講了半天都還沒有講到 合集名稱是什麼 對 快認真一下 對對對 所以剛好可以帶到合集 其實 因為剛好 因為就是合集整個概念就是一個 叫pantry pantry就是一個 廚藏間 裡面放很多東西 是是是 可以當食品廚藏間 其實我覺得你們提出的概念 很有趣 把它說完 因為我們之前上一張合集都是空間 就是一個是warehouse 一個是greenhouse 就是溫室跟倡庫 那我們覺得 如果是以合集來說 想要一直都是一個空間的感覺 是是 就是讓你進去 你就會有一個不一樣的感覺 對啊 然後像這次pantry 就是覺得 這些合集裡面的製作人 也許他們的音樂都 就像擺在那邊 但是是一個好 好東西這樣 那你們要打開來才看得到 是是是 你要花一點力氣去把它打開 那絕對值得你打開的這段時間 對 然後 所以我們這次宣傳這個活動的時候 也是把每個人都把它設計成一個商品 這樣子 你們設計那個就是 比方說那個是什麼 巧克力條嗎 巧克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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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聲音 我覺得我就好像很舒服 又很有活力的感覺 那你自己是什麼忘記了 我那時候只是在結帳的時候看到 那個呼箱躺的包裝 覺得蠻帥阿因為我是 它真的有寫太文 然後我就伴個泰國聞 想說那應該蠻有趣的 我就會鋼他們去 這個根本就是理所當然 帥也很重要 或者說不會她擺出來 就是不dt就是 這看起來很酷 就是啊 就感應到連結了 但因為我們不能來宣傳一隻獎 所以我們等一下在第二段的時候還是要告訴大家 我們就是要希望大家在去Party之前一定要做功課 聽點音樂 而且你應該要知道你聽到的到底叫什麼東西 你起碼要對這個的過去未來有一點點基本概念才行 好嚴肅喔老師 所以待會廣告回來呢 我們也請他們就自己的作品稍微分析一下 並且請同袍們今天帶來的戰友們 也稍微解析一下各自的作品OK嗎 好我們廣告就說我們要進入音樂小教室了 廣告就馬上回來 歡迎繼續回到Streamboards 未來經營室在現場 女魔頭Sony要再度來訪 帶來了The Under You的全新合集 好現在我們要進入做功課的時間 對電子音樂合集 電子音樂不是那種聽了 你覺得好像可以可以跳舞就算了 當然也可以就算啦 也可以就算 你如果得到歡樂 我覺得那也是這樣很好的事情 但如果你行有餘力多了解一點點 其實也蠻妙的嘛對不對 好我們今天先從誰的作品開始解析 要先從誰開始 我可以先講 好好來來來來 可是其實說實話啊 我就取風一支馬上打臉 我說取風一支對我們來講都不是很重要 可是應該如果人家問你說好這個歌是什麼 什麼類型大概要 好像說他如果放在Beat Pro 他要放在哪一個file裡頭去找 哇這真的很難 不過我想應該都是bass吧 是嗎 就如果要下 如果要下hashtag要下三個 或四個會下到哪四個 我上架都有做 一定要做啊對不對 這超難的耶 是不是 對啊 不過我大部分都會下 就電子 然後bass 然後 Oriental 何敬禮那首歌叫什麼名字來的 喔我那首叫那個Riblet Ballot 而且裡面有一些奇特的 有點那種叫什麼異地的感覺 異國風情 對啊 可是其實他這首歌 我一開始是覺得 我想要做一個很黑暗的聲音 是 然後 然後有一個很 也是一個民族的groove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可是做一做我就覺得 如果他配上一個 所以當時把音樂底做完以後 我覺得他是一個很黑暗詭異的歌 那我想要配一個童謠上去 嗯 你想要拉出一個反差這樣 對 可是因為我就是想到 以前不是有很多 像什麼妹妹背著養娃娃什麼 那其實大家都說把歌詞唱完以後 他其實有個很恐怖的故事 是是是 是什麼 爸爸被殺還是什麼 那個歌如果放慢唱聽起來毛骨悚然 可是真的嗎 還只是一個urban myth 就是是大家在亂闡數還是什麼 我不太確定 我也不知道 可是反正那時候 就有很多 不只一首 然後還有很多 就以前小時候唱的歌 其實後面都很恐怖的故事 那我就想說 反正我最近也對寫詞蠻有興趣的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來挑戰一下 就是寫一個 而且寫兒童詞就不用寫太長 就是我想說 我來寫個故事看看這樣 對 然後所以我就寫了個歌詞 然後旋律也是把它做得很像 耳歌的旋律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所以本來想要找一個 女生唱一個像 像兒童的 唱歌的方式這樣子 可是 可是剛好 嗯 對身邊沒有 剛好那時候 適合唱的人 沒有也不是 就是因為 所以我這首歌找 不知道你們知道邱波 邱波電台的 的Jimmy 來 因為他其實我他們 他那陣子很常來 我叫我們一起做音樂這樣 然後 然後就找他唱這樣 然後他就說 他要把他闡數成 不是一個兒童 闡數成一個 呃 滑船的人 滑船的人 然後 他是個船夫 可是我有沒有跟他講說 我要講一個小小小小女孩 滑船的人是什麼暗喻嗎 滑船的人 我說我要一個小女孩 殺了一隻鳥 他說這不恐怖啊 他說他改成船夫 殺了一個女孩 我說 這聽起來不是恐怖 聽起來是變態 對他想要很變態這樣 然後他就用一個像在那個 就打船的船夫的聲音 去唱這首歌 然後說歌詞也把它稍微改一下這樣 對反正最後結局就是這樣 這是一個莫名其妙 本來想要做一個 民俗加現代電子 然後又混上一些童謠的一個這樣的歌這樣 所以你會怎麼幫他下標呢 沒有我應該要問你的兩個同伴 如果你要跟別人介紹Sonia的這首歌 你會怎麼說 就是完全不知道他原來是要殺那個小女孩 就是殺小女孩 居然突然這麼恐怖 對 就風格上或類型上 你會怎麼跟別人介紹這首歌 我們其實最愛講BPM吧 對 就是 只要是速度是某種 就好像會被說是某種 我現在有選是用速度在分歌的類型 對 有時候會成 你一個BPM是多少 1 95吧 喔 95算哪一種 95算慢的啊 對95是慢的 慢搖 慢搖 可以Groove的感覺 可以Groove的感覺 慢搖 對我們可能會說一種可以搖的感覺吧 對可以搖 可以搖 就是慢搖 可以搖 思嫻你怎麼說 嗯 就覺得是 介紹的話嘛 我覺得它就是一個 嗯 對我來說是覺得比較東方色彩的 是 一個電子 東方色彩 電子歌曲 好的 對 蠻酷的啊蠻有趣蠻新鮮的 OK 好那接下來我們來換你的歌了 來 喔我的歌 嗯 歌名叫做21 它就是在講一個我們現在這個世紀 呃因為我那時候 它其實是在我去年的專輯裡面 然後我去年做了一個唱歌的專輯 但是 我想說來做一個比較可能 接近無曲大概120BPM吧 嗯 有點快那沒有那麼快 但是我不知道 所以是慢一點的耗時拍的速度嗎 對 但它沒有就是小鼓 所以也不會算到好 對對對 對然後 反正我做完以後想說 嗯來唱一下好了 結果不知道怎麼唱 所以 那時候剛好Sonia就問我說你有沒有要收 它要收合幾 那我想說那這首蠻酷的 好像也可以算是一個電子無趣的感覺 那就來法好了 那也覺得好像可以結合一些當代的議題 就是我們這個世紀 是是是是 對 所以是21世紀的意思 對 你本來沒問過的嗎 我不是 沒有人知道 你在收歌的時候沒有問過的 我不知道 我現在介紹你了 你現在介紹你 好像有好像有 因為是我收的 大家很忙 好像有 沒有注意看我 大家很忙好不好 所以要 所有的大家多聊一下 就會多知道 對方到底在想什麼 可是那首原本要唱 我怎麼不唱 我覺得很帥 那首 怎麼唱 麥克風拆了就唱啊 你那時候想怎麼唱 要不現在試一下 邊放邊唱 我真的不知道 我現在還沒有想 也許我未來會唱 會想到他唱 你想像的聲音是什麼 他其實有發過一張他自己唱的 對啊 所以你一定知道怎麼唱的啊 就可能會 呃 開很多那個吧 那是什麼 突然忘記就是 破音喔 呃那個聲音會變pitch 那個叫什麼 突然忘記叫什麼 Vocoder喔 嗯 Auto tune Auto tune 對 去就是因為 對 我覺得他有點未來的感覺 那唱歌的部分的話 是 可是他唱歌其實還蠻黑死的 就是很多嘶吼 Show us Come on 來 我們給你30秒 再一次 我們需要一點臂吧 對要關掉 我們可以關掉 沒有什麼問題 有機會有機會 因為我已經大概半年沒有唱了 那個已經有點忘記了 你現在是沒有準備就 對 可以上SoundCloud聽喔 對 還有Bankham 可以退一下Sero 那你要Upload到那個Street Voice上 對對對 歡迎歡迎歡迎大家 可以翻盡量 自己就可以上傳了嗎 當然當然 對對我們就像 我們就是台灣的SoundCloud 台灣的SoundCloud 但SoundCloud沒有編輯推薦 我們有 SongCloud沒有Song of the Day 我們也有 好 對不對 是 那你們兩位怎麼 怎麼 分析或 介紹他的歌 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 我覺得跟他之前的歌很不一樣 對啊 然後很 不過他的風格最近一直在變啦 所以 對 他本來就 他本來就一直變風格 畢竟他都換了名字 我們其實大家都是 因為就是 在做各種不同風格中 找到自己的風格 這樣 其實 在下手之前 應該不會先講風格這件事吧 應該其實先從 生活裡面聽到音樂 被啟發 然後開始做自己想要的感覺 一定是 比方說你弄到一個什麼 你覺得這個音色很好聽 對 這個Path很好聽 對 還是融合自己的音樂 也常常比較覺得說 那我來做一首Techno 最後我完全不像Techno 對 大部分都這種狀況 我做個HipHop 一點都不HipHop這樣 最近不是要做Dubstep Sonia 沒有因為那個 昨天在做 做完一首Dubstep 好 那你覺得他的歌 我覺得 我覺得他的歌都 最近有唱歌 那張跟這個 都有種那種很 從心底 吶喊的感覺 從心底 吶喊 深層的黑暗跑出來 真的嗎 就是他以前還沒有改名的時候 感覺就是 壓在下面 就是他表演或什麼都 嗯 這樣 可能沒有表現出來 然後改名就出來 欸你是誰這樣 所以他的暗黑 本我 終於要透過本名 要露出來了 就是有點太出來 以前他感覺很壓抑 然後這個人怎麼了 我覺得 我覺得是因為他後來 搬回桃園 我超愛講這次 搬回桃園 為什麼會產生這麼巨大的變化 他居然就是北上來 來台北 就是生活這樣 然後回桃園 然後回桃園 對然後來台北的時候 就是一個這樣 乖乖的 抑鬱抑鬱抑鬱 一直壓抑自己的感覺 一直在工作吧 很忙啊 那搬回桃園 現在是怎麼樣 得到釋放 就很全力在做音樂 一直在釋放自己 哦 對 所以三個月之後 我們如果再看到你 就變成暗黑大魔王 完全裸在這邊 哈哈 還是不要好了 哈哈哈 我來了 所以他那首歌 如果要放上架 要 hashtag 類型 類型的話 要tag什麼 不知道欸 可是我以為 他比120還慢 他100 我記得 因為我之前有放 真的喔 對啊 我真的不知道欸 說實話 我真的不知道 MD 他的好難喔 MD Electronic 對啊 大家都是MD Electronic MD Electronic 我覺得那首歌其實 他蠻像配樂 因為我們在做一個 宣傳短片的時候 我就自己剪了一下 然後覺得 好像蠻適合做配樂 因為他跳舞也太慢了 那當然影像的配樂的話 還不錯 OK 好來 接下來換你 我的歌叫 Unstable Song 其實因為我做歌的時候 都是當下 他就完全就是腦袋空白這樣 你是腦袋空白 手會自動動的那種 對就是我就是 自動倒嗎 我連音色什麼都是 也沒有特別看 然後就是 就隨便選 然後可能 或是我在看YouTube影片 然後覺得喔這個聲音不錯 我就拿來 然後隨便看到什麼效果去 把他加進去管他 然後就是 喔這個聲音不錯 然後就存起來 然後這樣 然後就開始就是隨便打 自己發呆這樣打 我覺得 因為有的創作者就是那種 他是 他是 人世跟天上的 完美通道 喔 就是那種靈感 自己進來 然後他就是 控制他的手 他只是執行者 把他做出來而已 他是一個很 他是一個很好的通道 對 我只是在這個母體被操控 對對對 他只是執行 都只是執行者 我可能不是這樣的人 然後 反正 而且我每次做歌的時候 通常我每一首歌都會 一定會改變一次 然後是完全跟第一次做完 完全全不一樣 所以你每個作品都要推翻過一次 幾乎每一首都這樣 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 是 但我這首我可能 有傳給你第一次 有有 所以跟後來我們聽到的版本 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 骨質還是一樣啊 骨質 就是音色沒有變啊 變很多 可是我說 聽起來是很少 基本精神是一樣的 對 但就整個結構變很多 因為我每次 我每次一開始做 可能就是 還是會有一個譬如說 鼓的進行我有想好 只有鼓 然後可是我每次做完一首歌 就是 過兩天 這什麼好難聽喔 然後就全部 然後全部 就全部這樣在想 然後就是 再隨便亂打 就是把 我已經有的東西在全部 就是可能什麼關掉 或是怎樣 或是 就一個一個按掉 然後再從來 對一個按掉 然後全部再換一個方式彈 就這樣 就這樣 所以第二次一定都比 第一次齁 通常 但也有一兩首 有沒有回去聽第一次 噢一次好太多 有啦 所以第一次無論如何都要存起來吧 對我都有存起來的東西 有啦有一兩首還是覺得 欸好像第一次比較好 可是 然後反應就交出去 那那種會怎麼辦 就是如果你 猶豫不決 會找第三個 就放給朋友聽 好像 我有給別人聽過 嗯 幫我決定一下哪一個比較好 可是他們還是覺得 第二個比較好 那可能就是 我自己比較喜歡 那就算了 好那那一首歌 你們怎麼看 你們怎麼看 呃 哈哈哈哈 我有把這些歌就是 送出去給國外的DJ們 朋友 對啊對啊 然後DJ們都會覺得 他是最 就是他們最喜歡這樣 可以放什麼的 就是 直接可以直接進入舞池 對可以直接進入舞池 對 嗯 比較快 你怎麼多快 150 那麼快 140啦 你們這些人 你們為什麼都要偷加速度 為什麼 因為我都一定是130 在口頭上逞強速度 感覺要算一下 我200啦 太快 200放在舞場是能聽嗎 太快不太好 太快不太好 344就200 也沒有 140 所以現在這些在國際上的連結 都是其實在這個時代 大家都可以自己達成對不對 嗯 可以達成 但也 因為網路很簡單嘛 可以不定大家都會理你啊 如果你只是亂槍打鳥的話 是 對阿 但你看起來你的達成率蠻高的阿 因為我只有傳給我認識的人 就是有真的 真實 有連結的人 是是是 因為去年你不是還做了一個 算是台灣代表 嗯 你說 Joss Peterson 對阿 是 嗯 那是 剛好認識一個人啦 所以那我去倫敦的時候 就在那邊錄了他們的秀 是 然後他們現在也找我做台北的 對的代表 嗯 台北 所以接下來就是你會形成一個窗口 陸陸續續把這些更多的台灣創作帶出去嗎 是 對阿 就覺得有這些資源 我說也沒有很多啦 就是對外的窗口 對 那我也希望可以把更多身邊的人 台灣的東西 是 就是給大家 給大家聽這樣 好了這張合集是已經正式發行了 而且有實體版本 沒有 沒有實體版本 現在就有實體版本 對 在各大平台上就聽得到 對 對 然後呢 今天播出的時候Party已經結束了 是 還是可以關注未來的活動 好但接下來一定還有很多活動啊 對 而且你們各自 接下來在10月19號之後還有什麼各自的活動 10月19號 比方說 可以去哪裡聽到三位放歌 來 哇這個 我都活在兩個禮拜內的世界 哈哈哈哈 各自去搜尋你們的粉專都可以找到接下來的 對我們其實接下來 每兩個月都會在FINAL幫你吃活動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來 嗯 然後 嗯 對啊還有什麼 我11月底 要出國 就是 出國表演 出國表演 來順便宣傳一下 那 我去 嗯 有一場是在那個巴黎 的一個音樂季 哇 So international 哈哈哈哈 你叫什麼音樂季啊 叫 我不會唸 可是在一個博物館 所以我就說 去 哇好帥喔 你看人生有幾次可以在博物館表演 是是是 對阿 好帥 好來那思嫻接下來有什麼活動 嗯 該在FINAL還有 B1會有吧 嗯 但日期 我沒有記起來 不過就是10月11月 我常常記不得自己活動的日期 對 樂團都會記得嗎 樂團通常 團裡頭都會有一個人負責團務 喔至少有一個人可以記得 對至少要有一個人會記得 對 因為四個人怎麼樣都會有一個人記得吧 對 那DJ比較吃虧因為只有你一個人 只有一個人 對啊 一個人要弄一整首歌 對然後要記得所有的booking是不可能的啦 嗯 對 那你呢 我應該都在FINAL 你應該都在FINAL 當時月初會去日本 你也是有走International路線 對 也是因為對朋友在那邊有辦一個活動 對 我覺得其實DJ 國際化的要比樂團 徹底很多欸 喔因為成本比較低吧 你為什麼要直接戳破這件事情 好像蠻容易有人想到 沒有啦 而且也因為我們大家DJ之間大家做音樂都是一個人完成一個 是是是 所以其實以交流來說真的 方便很多 很多事情也可以談 也不是要帶你們很多器材 對你就是一卡提箱就可以出國表演了 對 對是 好所以想要走國際路線的如果你覺得 你很難跟別人相處組成一個團 然後DJ可能會是一個比較好的路線 對啊你看我 好啦 Under You這一張合集已經發行 在各大數位平台上都聽得到 然後三個人接下來的活動 如果你 呃現在他們自己也記不住了 反正就跟著他們的粉專去找 都可以找得到 好 還有什麼我們應該要知道 你們應該要宣傳的事情沒有講到的 沒有囉 嗯 目前沒有 而且Under You已經有兩張合集了 呃對 然後第一次有兩張 所以三張 對三張 然後之前還有發 R5的EP 是 然後接下來我的 我的新的單曲 跟專輯 而且你之前也有一張個人作品啊 這陣子嗎 嗯 一直都有啦 是是是 所以大家可以持續關注他們這一些 因為台灣有 其實已經很 很大一批新的創作者 這些是既可以做歌 又可以當DJ的人 嗯 對 因為大家一直講到DJ 就覺得DJ好像就是放歌 對 不是製作人 沒有 雖然就是放歌 但是放歌本身已經很難了好不好 放得好的話 會嗎 會嗎 欸 沒有啦 我只是要稍微幫你們抬一下好不好 DJ也不是一件榮業事 再加上雙 對啊 對現在的DJ都兼producer的身份了 對對對 是是是 好啦那 祝大家各自的行程順利囉 謝謝 好謝謝大家 謝謝